民眾黨內部的問題真的很大 這到底是什麼民進黨 就把它搞出來的 還是民眾黨內部自己搞的 我都很懷疑到底是怎麼回事 搞錯蔡壁如說她申報假賬破百萬 我想主要是說 她的人事費用計程車去報 柯文哲也很驚訝說 看我這件事 人事費拆成三百甚至九筆 我是不懂 人事費幹嘛拆 因為稅也有限 避稅 能避多少稅 不多 二十幾萬 因為她工作人員就二十幾萬 計程車要報多少 計程車你能報之後 一筆費用一點點幾百塊幾百塊 不是這樣 他為什麼要這樣 我跟你講 真正的故事 其實蔡壁如已經糟了 他已經像那些志工或者是義工 應該是志工 義工大概不會拿錢 是志工 他發錢了 他發薪水 但是他發薪水沒有叫做薪水 叫車馬費 所以數目非常大 大到讓人家嚇死說 從沒有那麼多 所以不是計程車錢 是車馬費 發車馬費有什麼好處 這些志工第一可以不報稅 第二 這個發錢的人可以省掉 健保費跟勞保費 那個一點點而已 工作車還是要保 製包還是要保 勞保金保一點點而已 我的意思說 那個省的錢很有限 他是車馬費 車馬費 你就報車馬費也可以 蓋個樁領車馬費就完了 不一定要用 這不是避稅 也不是 不一定要用計程車的 或是車馬費的名義 我們有很多 計程車 他是計程車 很多臨時工對不對 臨時工你也可以發錢給他 然後就是要簽一下我收到一個 什麼工作費就可以了 都可以 我不懂 這不需要這樣子 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來是很多人去幫忙 都是志工 所以志工就是時間彈性 就要變成很大 所以現在蔡英俊 自己的解釋是什麼 他說我要給人事費也不對 給什麼都不對 他有點就是用交通費 所以他會有那麼多比的交通費 300多比出來 他還舉了個例子 他說有點像 我們來上政論節目 一個小時不是3000嗎 所以你看那個 他這個費用裡面 都是2000 3000到4000 我現在就是說不見得說 他講的完全是 完全是每個人都贊成 不過到目前為止 至少很清楚他講到說 是因為是志工來 時間比較不好控制 第二個就是他把用這個車 用這個交通費 他沒有說要去避什麼稅 那些問題都沒有 他就是一筆錢出去 然後就是說這筆錢 甚至有些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志工來 他可能就帶了一些朋友來幫忙 總要給人家錢 想到後來最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用交通費 他說他是問會計師的 所以裡面沒有避稅的什麼問題 他是請教了會計師 他問了這個會計師 會計師也說沒有問題 用車碼費吧 他是用交通費 交通費有點像車碼費 沒有 他問會計師是 車碼費三個字 交通費是我們自己的一個講法 送給車碼費也可以 報出來交通費 對 但是報出來 報出來是交通費 他大概覺得事實上 你要來上班 報出來是交通費 不要彈性 上班也可能要搭個車 就用一個交通費的名義 所以這個能夠省什麼稅 什麼我覺得有限 這是比較小的事情 但是這麼小 我的意思說 這本來不是一個什麼偉大的事情 怎麼有被人家掀出來 鬼漢 你覺得是怎樣 是他們民主黨鬥爭 還是道歉財委員人家把他 這個事情 為什麼有人去查我不知道 可是他上禮拜我上我的節目 有提到 對 就是說他在他的照顧上面的話 也是有一些 在報章過程當中 看到有什麼樣的事情 他也是兜溫會計師 蔡碧如是一個滿直來直往的人 這我必須說 這個跟我與他的私交無關 就我看覺得他是這樣 第二個 他現在目前的說明是這樣 我也跟大統報告一下 這些人不是他的 競選總部的員工 他是一些家庭主婦 或者是上班族以後 因為支持民眾黨支持柯文哲 然後又支持蔡碧如說 我來幫你幫忙 所以有時候來 有時候不來 他不是固定的 然後來了以後 他們是志工 什麼叫志工 就是我今天辦一個活動 我在台中各地的時候 我來幫人發文宣 或是站在路口在揮手 揮一揮就走了 才叫志工 可是他覺得說你們都來了 而且常常來 都見了好幾次 這座紅庭 這座寶哥 這座 給你們車馬費 就給你們補貼一下 用車馬費的方式 我不知道行不行 因為以往確實很早聽到這個 志工就沒錢 這個競選總部裡面的服務人 就有錢 就是這樣 快記跟他講說 你等於是給對方一個有酬 就謝謝你們來 來跟去的這個車 我也不看你的單據 給你補貼你的車費 對 他用這種方式去報 我不知道不OK 可是他現在 他很快的跟大家報告 就是這樣 這些人不是 比如說我辦公室裡面 明明我有一個 每天在幫我拍片的阿德 旁邊有一個小菜 可是我不給他們薪水 不報勞健保 然後去壓到他們 他說不是這樣 這些人是志工 如果真的一旦進到 如果簡單要查的話 一定會去問這些人 我那些人真的就是 我就只有去過兩次 那可能也許就能過關 我不知道 這個我先跟大家說 蔡壁如說法是 他們不是他總部的工作人員 他們是志工 但他給他車馬費 感謝他們來幫忙 我們看一下 相關新聞 如果要用政治現金這種事情 去放大進去檢視 那我們就全民大家一起來檢視 韓話要查大家一起查 蔡壁如博士 懸力為時助理費報假帳 一方面也替民眾黨抱不平 我要說一句話 打斷骨頭電動用 是不是這個趁這個機會 要來什麼滅黨 什麼團 什麼團媚 我覺得這些傳言都有 那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的國民還是大家都有智慧 秀出網路上的PO文截圖 指稱他在競選台中立委期間 誠信幕僚以交通費的名義 領了兩百多萬 但在政治現金查閱平台 申報的人事費卻也是零元 甚至爆料還指出 團隊裡面還有一名成員 以交通費的名義 不只領蔡壁如的錢 也領了國民黨立委 廖偉翔的工資 競選團隊也依法合規 發給薪資 所有帳目也公開透明 可供檢驗 市長的數學不太壞 所以各局出的預算 要特別注意一下 呼籲市府同仁 要把關好扯到數字 一定要算清楚 但我們看這個申報 比較奇怪的之後 領的人是用同一個人的名字 去領的 都叫這個陳伯什麼 消掉了 因為各自 陳伯什麼 通通是陳伯什麼 通通是他 通通是陳伯什麼 那是不是這個人 去領了以後再分給大家 就便於形式 然後我就不知道會計 實在講不會這樣講的 會計師會叫你誠實做帳 該給誰就是給誰 而且你分散以後 反而也不用交什麼稅 你現在都給這個陳伯什麼 反而嚴重了 怎麼都是你領的 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交這個費 交那個費 而且他去問會計師 會說可以 我覺得他問會計師的問題 不是這個問法 你知道嗎 他這個做法 他有一五一十誠實的問會計師 我覺得你不要甩給會計師 會計師絕對沒有聽懂你在問什麼 他當然說可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真的滿詭異的 可能後面他有想要隱藏說 某些人他有領錢 但是他不想讓他的名字曝光 所以採用同一個人的名義 但是也被踢爆說 好像這個跟廖偉祥 就是國民黨當時選立委的 是有重疊的人 在蔡壁如那邊也領錢 在廖偉祥那邊也領錢 當然這整個過程 之前我們一直在講說 蔡壁如可能在MG149的單據 都整理得很清楚 最近蔡壁如跟民眾黨之間 又有要不要回黨中央 等等的這些爭議的時候 突然又爆出蔡壁如自己 在政治獻金也有問題 不僅是傷了蔡壁如自己 對民眾黨當然又是雪上加霜 好不好 因為蔡壁如是台中市政府顧問 就有人跟盧璇講 你要小心脹 盧璇說我怕什麼 我國中參加過 全國科學短數學組 拿到全國第二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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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